室友是个女主姐 我申请助学贷款 她撕毁了我的申请书 做人得靠自己 不能有一点事就麻烦国家 室友看我吃不起饭 好心送我的咸菜配馒头 她直接扔进厕所 大女主要坚强 不能直接来之时 她靠勾三搭四 毁掉了我的保研资格 还发朋友圈教育我 保送那是走捷径 真正的大女主 是凭实力读研的 半个月后 她占着我的保研名额 笑了说考研也不过如此 我气不过找她理论 争执间被她的追求者撞死了 在睁眼 我回到了申请助学贷款的时候 哎 我真是受不了这些大学期间 只知道谈恋爱的人 今天又有一个男生 跟我告白了 可得我拒绝了 我是大女主 才不会靠男人呢 听见江珊珊 观点堂皇的 说着自己的女主言论时 我就知道我重生了 我惊喜的找出 我的助学贷款申请表 还好 还在 一切都来得及 我松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的把表格放好 前世便是这个时候 我从包里掏出来申请表填写 却被一旁的江珊珊看见了 江珊珊二话不说 抢迫我的申请表撕碎了 唐靖然 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呀 做人得靠自己 不能有一点事就麻烦国家 我们女孩子要独立 不能靠别人 这样才会是自己人生中的大女主 她说得轻巧 却不知道 这是用来教我剩下一年的学杂费的钱 我妈突然生病住院 需要用钱 可我还在读书 兼职赚的钱杯水车薪 我能想到的 就是申请助学贷款 来缓解家里的压力 可因为江珊珊搞鬼 我失去了申请机会 没办法 我只能缩一节时 每天靠三个馒头饱腹 室友看不下去 好心给我买点吃的就馒头 也被江珊珊直接倒进了厕所 她还一本正经地教育我 唐靖然 大女主要坚强 不能吃鸡来之食 少吃一顿 不会饿死你 但你一旦接受了 你的灵魂就被玷污了 你懂吗 我不想和她争论 毕竟我觉得 她跟个邪教一样 到处宣传她的女主论 可后来她意外得知我宝言了 又将矛头直指我不停阴阳怪气 还将我的宝言资格毁掉了 我质问她 她却不以为然 宝宋那是走捷径 真正的大女主都是凭实力考验的 可半个月后 我那被毁掉的宝言名额 成了她的 我气不过去找她理论 却被她的追求者撞死 这次重生了 我才是真的明白过来了 我一直以为 江珊珊是单纯的脑子有病 现在才明白 她不过是说一套做一套 虚伪的很 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 反而让她认定我好欺负 这次说什么 我都不会再让步了 哎 唐靖然 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啊 跟你讲的 你要好好听进去 你明白吗 你以前没见过什么世面 万一做出个什么伤风败俗的事 这影响我们整个寝室的声誉 你懂不懂啊 我翻了个白眼 冲她冷笑 啊对对对 你最自爱你什么都懂 那你好厉害哦 好棒棒哦 那你怎么还不赶紧出去开课 指导更多的女孩子啊 是不愿意吗 还是根本没人搭理你啊 你 江珊珊有些惊讶地瞪了我一眼 不满地撇了撇嘴 哼 我知道 你就是酸 毕竟我跟你不一样 我家境优越 见过的人比你见得多 经历的也比你多 你会嫉妒我也很正常 可我也是好意啊 难道我说有什么不对吗 一天就知道靠男人的女人 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掉 哦 我记得咱们班长也给你送过情书吧 唐靖然 你该不会已经答应了人家吧 难怪刚才反应这么大呢 我冷漠地站起身 直接一巴掌甩在了江珊珊脸上 江珊珊 你家户口本上只剩你一个人了是吧 嘴巴这么臭 从小靠吃吃长大的吗 江珊珊捂着脸愤怒地看着我 正要开口 就看见一旁寝室的门打开了 另外一个是有林梦奇回来了 江珊珊一下就委屈地直掉眼泪 跑到林梦奇跟前哭诉我的罪行 梦奇 唐靖然他打我 我不过是好意劝阻他要独立一点 他就气得打了我一巴掌 林梦奇皱了皱眉 挡在江珊珊面前冲我质问 唐靖然 你怎么能打人呢 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林梦奇就是个傻白甜 被家里保护得太好了 我直接回敲了过去 他恶意造谣我 我还不能打回去了 林梦奇 我劝你少管这人的事 每天被江珊珊卖了你都不知道 钱是惨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林梦奇把这江珊珊当真闺蜜 结果江珊珊背地 就将林梦奇的男朋友给抢走了 闺蜜变迪秘 林梦奇吃了教训后反应不来了 和江珊珊绝交 还像我和另外一个室友道了歉 也是那时候 我才从林梦奇口中知道 江珊珊有多恶心 平时完全把林梦奇当作提款机 来给自己充脸面 可惜现在的林梦奇还没醒悟 还将江珊珊当自己的好闺蜜呢 不过江珊珊迟早会暴露的 我撇了撇嘴 直接绕过他们 拿上胯包上床 江珊珊挑了挑眉 又不知廉耻地走了过来 唐靖然 你平时上床也不拿你的包啊 你包里该不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赶紧拿给我看看 江珊珊猛地抢过了我的包 翻出了那张申请表 助学贷款申请表 我赶紧下床 从她手中夺了过来 江珊珊 你家里没有教育过 你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不礼貌吗 又抢我的包 又拿我的申请表 你想做什么 江珊珊冷哼一声 一正词言地说道 唐靖然 你怎么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呢 你怎么老是想着走劫境去靠国家呀 咱们大女主 可得靠自己 依附任何人都是不对的 我冷着脸 直接朝她伸出手 那我妈现在生病住院 家里自信周转不过来了 我需要一笔钱 教我的剩下一年的学费学杂费 你这么厉害 叫我要跟你一样大女主 不依附男人不依附国家 那你帮帮我了 你都大女主了 总不能连这点爱心都没有吧 江珊珊愣住了 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继续嘲讽 怎么 不愿意了 那你说了冠冕堂皇的 要我做这做那的 我还以为你能有多大女主呢 结果就是动动嘴皮脏 江珊珊罩红了脸 愤愤说道 那也是你的不对 不就是一个学期的费用吗 你会拿不出来吗 我看你就是找借口 唐靖然 你也别说我不帮你 孟奇 你借点钱给唐靖然 我笑了 江珊珊 你没事吧你 李孟奇是你家的保姆吗 你教她借钱 她就得借钱 是你自己非要多事 随意反我的私人物品 拉着我教育一通 要跟你一样大女主靠自己 结果你转过头 就叫你闺蜜给钱 你所谓的大女主 结果就是吸闺蜜的血 李孟奇 你也别怪我多嘴 江珊珊拿你的钱 给自己造人设 你可别等下 赔了夫人又折兵 李孟奇抿了名嘴 眼神有些复杂的 看向江珊珊 珊珊 我觉得这次是你不对 唐靖然也没必要 拿家里人的事情撒谎 而且你也不应该 抢人家的包包 我松了一口气 李孟奇虽然傻白甜 但好歹分得清一些是非 江珊珊也慌了 估计是怕失去 李孟奇这个提款机 不再和我争辩 瞪了我一眼 就跑去哄李孟奇 我抿了抿嘴 默默暂停了 还在录音的手机 我将录音整理了一下 直接发到了表白墙上 没一会儿 帖子就火了 底下全是吐槽江珊珊的 大女主 我去 我真是火酒见了 没见过这样的大女主 我真的好烦 这种私自拿别人东西的人 我寝室也有一个 说还不听 还跟我套近乎 能不能点边界感 完全对楼主感同身受了 真是服了 这女主姐一边说着 要独立不靠别人 结果转头 叫另外的室友借钱 女主姐叫江珊珊是吧 我刚刚扒了一下 这位独立女主姐 一边说着要独立 一边却天天跑篮球社 嘖嘖嘖 可真是独立呀 看着全是吐槽江珊珊的 我就放心了 这一招 还是江珊珊教我的 前世她把几张 模糊不清的照片 发到表白墙上 污蔑我 说我私生活混乱 乱搞男女关系 网上全是讽刺指责我的 还连累了照片上的那些男生 有我兼职的咖啡厅店长 还有学长 有的甚至是 只见过一两面的同学 都被江珊珊 绘声绘色地说成我私生活混乱 任凭我怎么解释 都无人相信 前世我怎么受到的辱骂 我自然要让江珊珊也承受一遍 更何况 我放的还都是真材实料的证据 第二天 我特地起个大早 洗漱完就赶紧去了教室 将申请表拿出来 开始填写 下课后 我赶紧将申请表 交到了导员手上 才松了一口气 我刚要离开 却看见江珊珊 怒气冲冲地跑了进来 唐静然 你就把申请表交了 你还有没有一点尊严啊 还有 你居然敢偷偷录音 发到学校论坛上 导员 我要告唐静然 他侵犯我隐私权了 不对 是名誉权 导员看了一眼我 唐同学 这是什么情况 江珊珊直接撞开了我 将帖子点开给导员看 导员 你看这底下 全都是唐静然 引导着别人辱骂我的话 我的精神受到了伤害 我要求赔偿 我的精神损失 唐静然 我也知道你家里没钱 我是大鱼主 自然不会去谈别人的小便宜 但你伤害了我 让我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你是必须得受到惩罚的 这样吧 导员就当做见证人 你既然恬不知耻地 去申请了助学贷款 那你的钱到了 分我一半 我就原谅你了 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这人怎么脸皮能这么厚 还是说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钱 我毫不客气 学着他的样子 也撞开了他 江珊珊 你有本事告状 怎么不直接当众放录音啊 我直接拿过我的手机 放起了录音 这个点 很多其他班的老师也在 大家纷纷都被录音吸引了目光 江珊珊脸下就白了 这急忙慌的 想来抢我的手机 导员皱了皱眉 目视江珊珊 还有没有规矩了 你们又是同班同学 还是室友 有什么问题 不能好好地交流吗 我顺着导员的话 直接接了下去 老师 我知道错了 不应该将录音 发到表白墙上 但是如果不是江珊珊同学 莫名其妙地来侮辱我 甚至私自翻我的物品 我也不会做出这么幼稚的行为 我可以为我发帖的事道歉 那麻烦江珊珊同学 也对我进行道歉 否则 我也可以告江珊珊 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而且 助学贷款是我自己申请的 你凭什么拿走一半 你很缺钱 那你不知道自己去贷款吗 就知道占便宜 江珊珊一听我正说 彻底怒了 指着我就大骂 唐靖然 你在说什么屁话呢 江珊珊同学 这件事是你不对在先 你们之间要怎么处理 当老师都管不着 但你这个态度 自己回去写份检讨交给我 再这样 就别怪我全校通报了 导员的话 让江珊珊脸色一白 毕竟女主姐 怎么能被通报批评呢 导员随便说了我两句 让我把帖子删了 就让我俩回去了 刚出门 江珊珊怒瞪了我一眼 又自明清高地甩了甩头发 我告诉你 唐靖然 你别以为你这次就能踩到我头上了 这次算是我让你的 我这样的大女主 是不会随便欺负比我弱的人的 但再有下次 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的 我劝你别不是好歹 自己贷款下来了分我一半 这事就过去了 我无语的撇嘴 不想跟他多交谈 他已经耽误了我兼职的时间了 而且他是真的有病 那些话都是他自己亲口说出来的 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 觉得在导员面前胡说一通 就可以达成他的目的了 当别人都是大傻逼吗 而且我突然有些好奇 他非要这笔钱干什么 但我懒得再和他多扯 赶紧离开往校外赶 好不容易到了兼职的咖啡厅 我赶紧道歉 不好意思店长 下课被歇时耽误了 我 我抬头望一眼 却发现店长不在 只有另一个兼职的学长乔宇在 他冲我浅浅一笑 将工作服递给了我 店长今天有事没来 我已经给你打卡了 没有迟到 我迟疑了一下 接过了工作服 谢谢学长 对乔宇 我其实是有些愧疚的 前世江珊珊污蔑我的那些照片里 被影响的最深的就是乔宇了 我跟乔宇在同一个地方打工 江珊珊若是有意为之 自然是能拍到很多 我和乔宇在一起的照片 以至于那堆污蔑的照片里 乔宇几乎占据了80% 江珊珊则把乔宇塑造成了 我的一个舔狗 把乔宇诋毁得一无是处 不管我怎么解释都没有人心 反倒以来很多人 跑到店里来为关 我怕影响到乔宇和店长 主动辞职离开 却没想到被人曲解为心虚 反倒惹来更多的人 成天骚扰乔宇 最后店长不胜其烦 只能将乔宇劝退了 店内还被人恶意给了差评 最后气得店长直接关门了 那时候我的导演资格 也被取消掉了 十分崩溃 直到后来去质问江珊珊的时候 我才知道是他搞鬼 可那时候的他 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哎呀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你成天就知道 依附于男人 你在那个店里兼职工作 谁知道私底下 是不是和那个店长 或者那个学长搞在一块呢 唐靖然 我也是好心啊 你这样一股脑 只知道走捷径的人 男人都是社会的独流而已 被骂那就是活该 我工作完后 正下班准备离开 乔宇便叫住了我 要一起去吃饭吗 我正要摇头 结果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瞇了瞇一眼 赶紧掏出了手机 乔学长 借我挡一下 我将乔宇拉到我面前 将我挡住 偷偷举起了手机拍照 江珊珊刚从附近的一个宾馆走了出来 鬼鬼祟祟的不停东张西望 没多久 六个男人走了出来 还一巴掌拍在了江珊珊的屁股上 附近拍的 原来那个时候 他刚从宾馆出来啊 只不过这一次 我去抢占仙机了 我见江珊珊快走过来了 赶紧跟乔宇道了血 谢谢学长 不过我今天还有事 我们下次再聚吧 我赶紧转身跑开 我刚进寝室 就瞧见另一个室友秦英回来了 竟然 秦英开心的给我来了个熊抱 哎哟 我想死你了 你可不知道 最近累死我了 秦英是特长生 平时很少会在学校 这次也是刚去市里参加比赛回来 哎 对了 我给你带了点A成的特产 这些可好吃了 谢谢 我这要接过 江珊珊就回来了 她看见我们手上的东西 瞪大了眼 上手就要抢 我无语的直接将东西塞到了秦英手上 挡在了她面前 江珊珊 你想干嘛 前世有一次也是这样 当时因为助学贷款还没有下来 家里又急着用钱 我把兼职的费用全都寄回了家里 忘记给自己留饭钱了 每天只能扣扣嗦嗦的去食堂打米饭吃 秦英知道我不想欠人人情 便对我带了点咸菜配馒头 这东西没几个钱 你别有负罪感 哦对 还有鸡蛋 但白质也得补充了 我这要接过 就被江珊珊抢过去 扔进了厕所 大女主要坚强 不能吃鸡来之时 因为这是秦英还和江珊珊大吵立架 当时我真的觉得江珊珊有病 又不是给她的 关她什么事 还浪费粮食 看现在江珊珊的动作 我估计她又想和前世那样 江珊珊见我挡在秦英面前 尴尬地缩回了手 你接过别人的施舍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人家会看不起你的 我懒得搭理她 回过头 将秦英拉到她床铺旁边坐下 和她聊起这段时间学校里的事 没一会儿林梦奇也回来了 江珊珊赶紧将林梦奇拉到一旁 又开始阴阳怪气 哎梦奇 你说怎么有的女生 老喜欢占别人的便宜呢 也不嫌掉价 一天就在那里卖惨装可怜 让别人施舍她 都不知道别人其实打心底 有多看不起她 不像我 从来不接受她人接来之时 又没断手断脚 怎么就不能靠自己了 我无语的撇嘴 直接起身走到江珊珊面前 怎么 江珊珊 今天的教训还没吃够呢 还没被表白墙上的骂清醒 你一天管不住自己的嘴的话 能不能去找个人把你舌头拔了 不然我怕你迟早会因为你这张嘴被人打死啊 林梦奇因为昨晚的事 显然对江珊珊还有些抵触 不再像之前那样帮江珊珊说话 江珊珊着急坏了 还不停地示意林梦奇 我发了白眼 直接不留情面地继续呛 江珊珊 你这么厉害 这么大女主 怎么不将你在导员那说的话 跟林梦奇他们也说一遍啊 昨晚上还教育我不该申请助学贷款 今天就要我将贷款的钱分你一半 江珊珊 你可真要脸啊 秦英愣了愣 拉过我问什么情况 我简单地和她讲了一下后 她直接翻了个大白眼 江珊珊 平时只觉得你有病 没想到你不止有病 心眼还多 你不是说自己家很有钱吗 还要拿进来的助学贷款 太恶心了 我看着一旁默不作声的林梦奇 冷笑一声 奇指啊 江珊珊 你平时没少偷拿我们的东西吧 我二话不说 直接爬上了江珊珊的床 江珊珊脸一白 吓得赶紧要来抓我 唐靖然 你干什么呢 这是我的床 我将她的帘子拉开 将她床上的东西全部往下面丢 这一番 就翻出了不少的东西 哟 瞧瞧 这不是秦英丢了好久的口红吗 林梦奇 这是你之前说不见的那条白金项链吧 我会知道江珊珊床上藏了这么多东西 还是有一次宿管老师来寝室检查 当时她不在 宿管老师直接爬上 她床看了看就下来了 刚下来 宿管老师就忍不住吐槽 你们赶紧上去帮江珊珊收拾一下 怎么什么东西都往床上乱放啊 等下学校领导来检查 看着观感多不好 还都是一些贵重品 等下要是不见了 我们该不负责呀 结果我爬上去 就看见了一堆本属于我们的丢失的物品 林梦启看着那些百里桌子的东西 还大部分都是她丢失凶东西 愣了半天 不过她很旷反应了过来 生气标凤行长甩在了汪珊珊无上 居然是你偷亲的多照 丙珊珊 我平时对岛不够好吗 你洗淋的东西 浊息无条错的赠坛给你 你居然没有投涌的东砸 丽宇将这罐材丢在而尽财林荡栽 让我仇厌他 江汪盈 你恶不乐嗖啊 你不与拱我罗汉炫 气梦启亏江山向脑掰后 江丁酸老实了淡使一步炒奸 或许是没七年尾宴 ATM机了 贺山珍也致冰纯大逼 他好林滕起打脸 不过阑山心生 想着北的助学贷款 三天一头就来催促自拿鼠炒他 简直有病 林那起现后 拖把又肾和其英吃话 点红闷道傲 我荣幸将他男朋友 和江山武四系的一旁 敲音激促告诉了滨 没多久 林梦启就说自己分忧之 还仗势西法尔的龙峰墙上 江引到这位女巡牛长一次 在欠白墙上火了 我趁机约将江琼山 找我索要带雷朵士 也连带君泽了一姐 别一吐锤 就让香恶像一些端扭了 这副差侯要进寝达门 就听见特面轰针雕声 还有男生的声音 我清却乞讨打开了一条树 看看见江塞山和一点嘘声 纠缠在咸快窜 我明警掏明手臂 录制那是肚 我他责问宽话呢 这套鹅的钱呢 江蒙烧生皆俱下 满脸委屈 丁哥 我肯定会派江秋 你下次别来学校找我好挥号 你怒妈都拥戴了 都求反脸了 面板奖就拖点面子呢 我警告你 我可是随刻奉住着你算 你在会员墙的掌破事 我刚都看见了 脚也是挺稀逼的彭江珊珊 千战使包装哼射到凯子 凯子长没调到教格 就在学校出名了 你这万什么时候能还我钱 伪山府哭着 直接冲楼落呛 不停碎冲那个男生磕匪 一错我错经 暗哥 肿俊吃 我一闻会还成夫的 对 日知 你不是 想散选谁那方面的业务吗 招咱是 那我先气扩好过去 一个人送我一封快好不好 我是抠可央量了 游生雪那个糖静染 成绩又好还是畜 那些客人气势 侧喜唇这种高杂昆了吗 丁俊 你看安三会赚一只的 我精熟都捂住了鼠 连任声调手机扶身跑掉 我算是明白 江耀山为什么照咬着 我拙款的钱不利了 超然想拿血的毒去 见他煮窟窿 而且听他嘴破搅一搅 红个男人 故打找真皮条的 热珊珊鸡饼 我们卖给内侧男婚 来给他的账 我有些厚皮 连寝室都不敢卖秀 我急帮蓝戏 却林梦腾好演示 将这个是波速撞他们 我们事量完后 就义武序了寝室 知山珊见我们回来了 一改往长谷高筋 贴切问候 你们报来了 可不行 伯利你们诉了奶茶 纯知道我期前 愿意去做法是太对 我想应运们取歉 周奶茶支柱 逼我蓝昂里了 后门不能武绝啊 我和李梦齐他总弱势一眼 默默接胡奶茶 放零了戒上 我于三个胡一贯 没一直二聊秒 就说到了必来欲提的打算 平看了看欢粉 没碰口奶茶 脸色罗来月积极 我开始洋装半斤一道 平已经饱延了 奖学金还窝负贪 琴狗和李梦齐 一听见我饱延了 方猴筒中罗 一旁与江苍山一听到讲学败 来了兴趣 讲聊金 胡有多话啊 我淡淡的记汉 哦 一摩杂七栋八票加起来 也能有三万素吧 故万 刚好是把我们三岛卖了的鸡头术 江山条果然眼前一摊 有复兴盒 稍紧住复记书的树脑桌前 研究了疲赖 我踏松了一口气 港雕时我以为 缠山山和我强宝延的赐格 只是纯粹想在立正庙获得成就感 觉得我般欺负 所以不停地折磨战 可其实 评委他听到我撞寻的时候 反中共准时回遇 以台兄听断摇讲标经这件铁后 便不停地抓扣我询问细节 再后来 他就一边贬低我 弹边抢走去我可保炎资鱼 打江汪山这样的人 屁们将能在意文凭这种东西 既不见裸袋换钱就是蹲了 调位有钱取 献起的剑 急需立除 比起家我们卖暖药上冰醉脖子 他肯料会优先选择 脚潮溺的保炎资格展 毕竟他和那道领导 可是实破亲密呀 果然宣多久 江山山突然胡子是一力射方 不过刚是保炎而服 哼 有什么家骄傲的 后继承资格训 不知道是怎贵拿来的呢 罗布丁又言敢普人谈曲太曲的 邦正的大女截聊 根本竟会走这种劫灰的 只会选衣着急烤炎 一旁的林梦田 集结翻了个坑立 石山山 你哪有导话底价诱染啊 你要刻本事 你也带保陈炎啊 装什么装 美山山不泡声推 剑蛙我一骂竟爬上了床 第二容一大早 我发现我上表白强了 博卫缺发了个铁骇 头绿痴要求匿名 说自劝的是有钱要 或车的保炎资格 即便投稿人仰开蕊 不停地胡自己气势仇 平时为创思多岔 私生压混乱 暗示山定是不负当患 取顿亚言与驾 想桑不用想 这是西布山薄西的 最来他的招数和前世 没什么区别 又想兼斩子宫来御出翁 我翻了翻底下的瓶子 已经击起很固人的笛满了 是要尝 他们都信了江山西的话 认快我的保习资格 是不正当或汉秀 江永山回寝室的时候 龙我们并不搭理他 无趣格撇了剑嘴 某些人还真折笑得出来呢 涛怕等到时候 自刚起保炎资格贵取消灌叛 就笑得出来了吧 早就说过倒 走劫月是行敲通的 真美的大王主 当然得靠自持 我们三人故事嗡一嗡 出了 我的手由录音打开脸 把手机撒在西桌上 江伟班 表白片上那匿名蹦稿 是电发的吧 江才西匹些柴万贤 看了看导电后的林元昌二人 剧统成风 什么匿舞头四 我不合体 唐冷笑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装什么装结 丢斩带时 坠时歪光你的时候 我都直接了当八增量乎 你连承认的永职都养有 姚明弩什么原女主 惹人笑望 江珊珊被我激怒了 魅性也虚妆了 对 是我发训 怎么了 你能拿我怎辜雇药 我不虽谈合理的请一 你力言自论的合法性 斑管留着雨吧 确实管不着 不过我背得你之随药 也下楼狱 你继维就凭你杀一喷表白墙 157到他了 你这么着本事 你怎么不敢斗私往上啊 是凭到自己气滚 是假话军薄人锤是吗 你堆口声声说 壳蒙肠女主 结果连着傻破扰机娇拳 还当谈了自己人生的主委啊 你 行中山眯了眯眼 笑着说来 捅静然 这可交将气找住 他猛拖推开我 直接上磨自脏的月墨 琴也粗用响 他肯定是上斗去抱电我了 我要的射是尖龙是彩大 灰超月票 盗死蛮川雷氏 摔得莫惨 江山抓了一分说慈爱 真的融融了很多秋勇 他往下上爬了小作流 很快就被人顶了上去 他还趁我们不兵情饼的归后 环灯视频这种吐槽我清光灰世纪 由于霍及读研的粗 热度灯快就上来了 碧气仔从讨生懒得多 谁会想被敲他人龙丑 凯也当个咱谱 占用的名裸 沈香讨摇我的声音 滤眼玉冰 训闹得关门媒体唱下场了 台湾记者直言跑来学校 拓采访江峻山 网上有人将我的资料扒了捡来 没考给我的账号发私信 对嫩进行人生辱骂 学凯一名讯判出来 声明经言查此事 秦宇还特地说我发了色屁想心我 以我之不加要塞帮忙澄清 定回绝望 浑时已经有很多同学系来帮骗鼠压了 不些比起那些谩骂 根本没人会在意 风且我见不想将直语无扯其中 脸多的关注顿剑经 加害了江珊珊的玉桶 他高兴时了 还戏自己账号握正天开 直播胖军别人 争自己塑造成了 可怜又无辜的榴莲瓶 聊有一次 挠他凯波间杀成线 人气还很雕 还有不少你给他刷礼物 他孤立卓报道应正你一转拼 睡天什么都敲晃 天天直话谢肩 垂血血绑一大促 我看也差不多了 直出公开的录音 讲述了诗边的来贪字夫 往四龙背脚旁路鹤 开始扒否刻的表白墙 逐派拼区出了肉行 烂上的千筒扁尖就变形 两极分离 有处信我的 也轰向起眼珊珊萌 苏阿这个时候 学皮的变茶结望 严手生灵 郑渊恒的朗年性格是公辖公正的 再不得汪一下 烹赖还放引了我平日里肯略忌忌感 相信江珊珊的人越凑越灵 就网爆的对昂追 从我变成了贪 学校也给江珊珊记了处分 斜过丝珊珊 确实是冰脸皮 秉承书黑红也是红的道理 毅然红昏的直播 林梦琪为招霸主 特间拉着我和松梦 去原校外吹歪火锅电池催 我们笑着边吃边聊炸 正要蹬开间案后 林梦琪眼尖站直了指摇远弓 哎 他们看 那不晃江珊珊带 我顺可视线看过去 金桥见购山宝剥复碎卵树立出看 他这个样子 我可最熟悉了 我在警惠 林梦琪冠琪梦拉增一望 生出紫吼向史路志 就多久就见到受男人走了过来 掉了前赵蓝珊珊的屁股 其仆人腻外灵魂就棒一哥的向虎走秀 弟们对凡一眼 也N了上去 我偷偷会手搏伸在巷子口 虽然拍得不太轻蔽 湛昂能听见里面两人说的不 以及两人比酿酱酱 不可描述的更旺 没多久 江珊珊脚春吟了几话 我人歇院房 正想听拍 首听见江珊珊一段叠江的说事 嗯 主人 人家一想保炎吗 他饭后的男人轻笑喷声 一巴掌派在徐江珊聊身世 不就是个保炎资格吗 于心 我和林骚批安音结实一眼 捏驼捏脚赶裴离开了 跟江志额勾搭在一处的男人 曾之前那个服样 是我们西库借个礼受 上宴的赵霍少并没敲音钟秒曝光呢 就拍到光益敬汉的内容 看直出来江珊逼是真的缺钱啊 扔天直播这么久 钱去用够躲灵的 还指着搞掉我的纠言资格 文宇之前诶质疑 我保炎的是闹得这么傻 那个赞兽恐怕有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动抓潮明打吧 果然没过几天 我就催听是奎门系的 另外解媒学妥的滚马资婉被取消装 才过楼一个多成九 游实验太资格就活跃在了江珊珊头上 运直掐跟学校提出了质疑 又仓表谁墙上公开点名江珊珊 游纵之前江富山诋毁我的那些事 都不述要我欧区引导池吗 就有好心人直接起这些事曝光在网上 网友蜂拥而至为官 质疑 陶爷剪掉网屋之扑龙 直接将立出拍到的照片放舞出来 去叫妖又将视频创了下来 乐带着将近山恶寝室 跟棒个叫阿哥被男人的封偶 也度足三恶受情 这下整同事送隐虫烈度瞬间提高了 江珊必咬宝列资格还没捂热乎 就直接被鹰削铺 由于这豆子网上的恶潮 多呼因为江珊珊而念 学服直接将川吉山西除学籍了 算紧四次 警方还找到了江珊珊 要求她配合攻龙 江曾没有也是真的闹 一股一年就将那个叫闲婉的人 恭喜扰姓 自因挨减产 真正半参与到这些非法受怀 被警察警告教育了一波 就放她走了 不过袁珊珊记她的照片 还也拧续传出来顿 网上到处都是发容远的 江珊珊也常罐子破摔 中天一下岁顾增一样继续直播 和江杰珊二杰的内宣教授 也没能全事来 猫老婆机接跑到台校来闹了一通 能在网上尝光了菜兽和江珊变的聊天记录 教诺字要也被血尖催退了 还被整个带系统拉黑了 糟劳江珊珊 我们寝室都不以前灭熟魂了 我勿自听到江珊珊的消息 还拖有自我们聚会的时候 林梦奇埋到牢 说罢出黄山退学域 林梦奇的T的前妻品也把他甩射 他带些机免的追完者 扶椎机温绿白巧冲他 北车山辩护竹马 打到了他直线肩不沾砖 困魂大鸽头上 据说周杰明马雕育 和灿重作茧攻凤 没什么两样 蹭过这都是来人的沼泽 人家也算是做到了自己口中的独立 靠自己养活自己 会否明说没多久 这是就闹到天珊珊家里人耳淡了 落珊珊的崩交侧街 跑到出租屋 把林珊珊打成脑盾 拉昌眼环本来 是他口汗的十月段十分野家庭 林烈就是个少鬼 他还有个独高中的弟弟 葛妈平思胖跟红别人跑秒 他喊抢勾了他身上的所有积蓄 续多目珊珊卖给了老顺人 换了一路房子 之前还有铜炭撞见了林 发起他问照贡面低 手里牵着一个骸呼 怀里抱着鼠剑 背上龙背井心许 就着可呛兮兮的 和黄口中所谓的充女访实施 是大意禁闭 差能攻干连人臂臂 可放之速吧 他当年乖的族都全都标贵的 打鞋全他的身上